第二百二十四季 清风的土浪终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惜同为魂宗的他遇到了魂宗里防御最强的徐三石 玄冥归甲盾 盾墙 所有土浪全部被玄冥赤换回去的徐三石抵挡在外 根本没能起到接应孤竹剑的作用 而孤竹剑凭借无敌防护罩 最终还是撑过了三秒 也释放出了他第五魂计 紫黄竹长约遗仗通提紫量 上面隐形有一道道金色光纹 孤竹剑借助无敌护罩的防护 将他这紫黄竹五魂插在他面前的地面上 无敌护罩一结束 他这第五魂计就释放了出来 他的目的很简单 找机会跑路 可惜他面对的却是史雷格学院整整五人的围攻啊 一个刚好合体的冰牢 在无敌护罩结束的一瞬间 准确的把孤竹剑套在其中 而且这个冰牢是完全没有缝隙的 于是乎孤竹剑酝酿爆发的第五魂计就与冰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冰牢是林洛成的第三魂计 而且这是千年魂计 他和孤竹剑同为魂王修为 按道理说 他这冰牢是抵挡不住孤竹剑攻击的 但是林洛成并非一个人在战斗啊 在霍玉浩和王东联手融合的浩东之力注入下 不只是将他的冰元素提升到了极致之冰的程度 甚至还附加上了一丝属于王东的光明气息 于是这冰牢就变得坚不可摧 众人只是看到冰牢瞬间变成了紫色 然后开始出现一丝丝细灭的裂痕 然后那紫色就开始暗淡了 冰牢瞬间破开 却是林洛成自己收回了魂迹 接下来 刚刚释放了万年魂迹 尚未来得及喘息的孤竹剑 迎接的就是已经施展了白虎护身杖 白虎金刚变和白虎神魔变 三大恐怖增幅技能的大雨恒 于是剩余的过程 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了 蹂躏 魂帝对魂王的蹂躏 战斗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结束得更快 马小桃的凤凰流星雨终究没有落下来 裁判直接阻止了他的魂迹释放 使那个学院以压倒性的优势 获得了本场团战的胜利 最凄惨的就是孤竹剑 由于接下来休息一天后 还会有个人淘汰赛 裁判又在另一边阻止马小桃 腹黑的戴月恒逐时吸下了狠手 孤竹剑的双臂双腿全都被打断了 当然街上是没问题的 但短时间内再想动手 那就是万万不能了 就连裁判跑过来 从史莱克学院这边 拿出孤竹剑的时候 都是一点你们够狠的表情 戴月恒则是一点的无辜 好像这下狠手的根本就不是踏实的 仿佛在说 我弄断的是他的四肢 又不是五肢 已经很留情了啊 马小桃憋得很了 他又何尝不是 这还是他强压心中凶性的缘故 斗灵战队队员们 再次看着史莱克学院众人的目光 就完全被愤怒所取代了 马小桃冷横一声 哼 看什么看 换了你们会留守吗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戴月恒在弄断孤竹剑四肢之前 先把他打晕了 所以对方为首的就变成了副队长小枫 小枫抬手拦住想要冲上去的队友们 向马小桃沉声问道 你是怎么抗破我的幻境 别告诉我那是运气 马小桃撇了撇嘴 姐天赋异禀行不行啊 想报仇 跟人淘汰赛上去 说着一挥手 很有大家托风范的 带着史莱克学院众人下台而去 他怎么看穿对方幻境的 这还用说吗 有精神探测共享这个亡科对手的魂迹在 他还需要用看的吗 别看这场比赛他们表面上赢得顺利 可实际上 每一次出手都将时机完美把控 根源就在于霍玉浩 与其说林若晨是主控魂师 倒不如说霍玉浩才是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而已 马小桃和戴玉衡两大魂帝的光芒 已经将其他人全部遮盖了下去 这才是史莱克 强势爆发的史莱克 不过斗陵战队也不错 可惜他们遇错了对手 兴罗皇帝陛下 如实评价 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孝红尘难得的没有展现出嚣张的一面 不知道是不是王东把他刺激了 他站在马如龙身边低声道 列兆 看出来了吗 斗陵战队不简单呢 他们今天只是倒霉而已 马如龙微微寒手 难怪他们放弃小阻敌 竟然有这种准备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他们的原本打算组合在一起的 应该是放大版的雷霆巨炮 只是 他们怎么会有这套雷霆巨炮的图纸 孝红尘眉头紧正 陈生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这门雷霆巨炮 应该是仿制咱们明德堂的 只不过他们达不到雷霆巨炮的工艺 所以才放大了来做 体积变大 这座工艺就要简单许多 所以 也才要七个人来操控 马如龙点头道 嗯 应该是这样了 看来斗陵帝国在混倒器制作方面 进步也不小 这时他们恐怕也没想到 这么快就遇到了史莱克学院 而且战术刚好被克制 换了其他战队 在他们完成雷霆巨炮组合之前 几乎是很难破开他们防御的 五个人都有无敌护照保护 再加上集体的防御和幻境空场 他们这场团战术了 只能说是运气不好 还真不是实力不济 孝红尘有些不分的道 史莱克学院 运气也太好了点 他们这种战术 也就只能用一次 就用在了最适合的对手身上 否则 以雷霆巨炮 七级混倒器的强大攻击力 他们有两名魂帝 也一样挡不住 马如龙微微一笑 这也不是坏事 至少让我们看到了 史莱克学院的全部使力 不是吗 孝红尘点了点头 嗯 也是 马如龙扭头看向他 认真的道 小 你在天赋方面 确实远超过我 甚至可以说是 咱们帝国绝无仅有的 但是 你的性格 却因为天赋一兵 而过于毛躁 如果你不能加以改善的话 未来必定会吃大亏 孝红尘愣了一下 对着 我 马如龙抬手制止他说下去 我希望你变得强大 为了帝国 为了明德堂 为了咱们学院 不要让对你抱有巨大希望 并且为你无私付出的人们失望 你也快十五岁了 该长大了 孝红尘的表情有些臭 但却初期的没有反驳马如龙的话 缓步走回自己的位置 坐了下来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明眼人当然不只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人 王岩在下面观战 也是一阵心惊柔跳 当孤竹剑被置换过来时 双手捧着神秘金属时 他就已经明白对方的战术是什么了 这已经不是阴谋 而应该用羊毛来形容 明知我要做什么 你也挡不住 五大红王都装配有无敌护照 还有足够强大的防御魂迹 这一切都是早已准备好的 不只是针对于史莱克学院 甚至可以说是针对于本届大赛夺冠之战的 斗陵战队不但破吸血本 更是很有想法 这种全新的战法 更是完全依托于强大的魂倒器而创造出来的 在返回星黄大酒店的路上 戴月恒道 后天的个人淘汰赛 我先上 马小涛瞪了他眼道 凭什么你先上 戴月恒微微笑道 因为我前天伤了他们的队长 如果他们在比赛中见到我 情绪一定不会稳定 我先上最好 马小涛哼了一声道 哼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小阴谋小诡计有什么用 王岩突然开口道 小涛 回酒店后我们谈谈 马小涛眉头微皱 却没有吭声 很快众人返回到酒店之中 王岩吩咐其他人回房修炼 休息 自己则带着马小涛进了回室 关上门 王岩并没有急于说什么 而是先给马小涛倒了杯水 看着放在自己面前的水杯 马小涛抬头看向王岩 王岩在马小涛对面坐下 只是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小涛 你是我们本届参赛的 史莱克战队队长 没错吧 马小涛下意识地道 当然没错 王岩道 那我问你 身为队长 你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是按照自己的情绪发泄自我 还是应该全力以赴地 带领全队获得最后的冠军 马小涛一呆 他是聪明人 虽然平时脾气不太好 但论智慧 也并不比谁差 自然能听得出王岩话语中的意思 王岩深深地注视着他 沉声道 如果是作为队长的话 在这次前来的十个人中 最合格的是背配 而不是你 哪怕是换了戴月恒 也要比你强 甚至霍宇浩都比你更适合作为队长 你 马小涛怒视王岩 王岩的眼神却是疯毫不让 不服气 是吗 那么你告诉我 在这一节比赛中 你都干了些什么 先前你受伤 始终未能上场比赛 没有人怪你 但是现在 你的伤势恢复了 在别赛场上 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马小涛毫不客气的道 我没做错 我也是为了全队的胜利 以我的实力 比戴月恒更适合深入敌后 最终的结局 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赢得很轻松 轻松 王岩笑了 是 你们是赢得很轻松 那么我问你 你自身的能力 是不是提前暴露了 我们之后的对手 是比斗灵战最强 还是比他们弱 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谁 说到这里 王岩的声音 猛然提高起来 砰的一声 一排面筋的桌子 站起身来 右手指向外面 我们最强劲的对手 是日月皇家 昏倒失血院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人家就站在下面看着 看着我们在比赛中 都使用了怎样的能力 都有什么人出场比赛 魂迹都是什么 他们看得清楚 记忆得更加清楚 可你呢 你是毫不吝啬的 就把自己的能力 全都展现给对方看了 你是唯恐对手 不知道你有多强大是吗 别否认 事实就是如此 上一届大赛中 咱们学院并没有你 可以说 这一届比赛上 你 戴月恒 和林洛臣 这三大主力之中 对手最不熟悉的就是你 如果你能 很好的隐藏实力 到了最后的决赛上 再突然爆发 那么带给对手的是什么 竟是一份大大的惊喜 带领我们冲击 最终冠军的惊喜 可是你呢 你做了什么 你迫不及待的把自己最强的实力 都展现了出来 唯恐对手不知道 是的 马小桃 你别忘了 目前你们正选队员的七人 并不齐全 而我们的敌人 却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你能肯定凭借现在的阵容 就能获得最后的冠军吗 马小桃被王妍骂得一愣一愣的 竟然没法出言反驳 从小到大 还从未有人这样呵斥过他 他的性格更是极为好强 一时之间 俏脸仗得通红 王妍立声道 就说今天的比赛吧 如果不是三十个 玄冥指挥效果特殊 我们证明能否攻破对手的防御 就算能攻破 需要多长时间 对方在明知道对手是我们的情况下 还摆出那样的阵势 是为什么你想过吗 那必定是因为 他们有把握凭借那样的阵型击败我们 我完全可以肯定 他们要组合的神秘金属 是一种攻击性混倒器 其为能 肯定是你和大约恒也打不住的 你是不是觉得不可能 你们是魂帝 强大的魂帝 而且都有两个万年魂迹 那么 当初面对死神使者的时候 你能想到最终的结局吗 永远不要小看对手 你因为自身实力的骄傲 这不是坏事 但这份骄傲 要建立在自己必胜的基础上 更何况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作战 你是队长 一只战队的队长 代表着是那个学院的队长 没有任务对on 没有任务对 desarroll的 是 感谢观看